清明党主席宋楚瑜的夫人陈万水 昨天中午因病辞世 他离开的时候宋楚瑜和两个子女都陪在一旁 但是宋楚瑜哀痛至极 暂时不会公开露面 社会的贤大人士 或者是我们的政治领导人物 政治领袖们也请给我们主席一个安静的空间 清明党27号晚间召开记者会 证实主席宋楚瑜的夫人陈万水不幸辞世的消息 陈万水因肿瘤进行切除手术 但术后沾黏甚至蔓延 在27号中午12点5分 闭逝于何信医院享受72岁 由于陈万水离癌消息不断 清明党发言人吴坤玉也特别出面说明 原因是第一次开刀的时候 没有清理干净 所以又开了第二次糕 但是这个东西已经蔓延了 然后最后不可收拾 这个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虽然陈万水的最后一程 有丈夫家人陪伴 但宋楚瑜的心情还是难以平复 因此不设灵堂不办公祭 短时间内也不会接受公开探访 因为我晓得宋主席他一定心里很难过了 需要大家一起来互相来支持鼓励 然后共度这一段比较哀伤的时光 乐观健谈 一直陪伴着宋主席 同时给他很多帮忙 特别深深怀念他的为人 陈万水不幸离世 让外界无限感慨 也希望宋楚瑜能好好照顾自己 一切节哀走出伤痛 联合报系综合报导